就带着我三百多首歌去到台湾 驾住摩托啊 一间一间去送 我送到那个counter 啊 好 OK OK 好像丢掉了是吧 我不知道啊 应该是丢掉了 然后一天我就Upload了 那个你讲的麻婆的话 也第一首 然后我就去睡觉 所以我一醒来 八万个 哇 我就知道出事情了 叫市议会啊 他们有要告我 他就有收到deftrap 剩一个coffin给我照片 然后去我家 他的意思是 我懂你家在哪里 我知道 你小心 就像一样 欢迎回来这一集的 你OK吗 诶 今天哦 不得了 不得了 我们请到最有争议性的歌手 哦 谁 念慕姚明珍 好 新关机来送礼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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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有人送你们啊 谢谢 谢谢 你们来平常监制的 上一次有一个人卖鲜蛋 都不要带来 鲜蛋都不要给 今天很感动 我们的节目第一个专辑 哦 真的真的 这个专辑是最新的 就是We know Me know 就是我2023年底出的 新的专辑 好听啦 诶 很有感 很勇敢 很勇敢 有人还会出专辑 没有 我讲的很勇敢 问这个问题 我们来节目什么都可以聊 你不知道 那是保安的 真的诶 因为很多人懂它的时候 是 来 你第一次听到我名字 是什么歌 泰国清歌 对对对 你呢 这样啊 泰国清歌 是我心中最甩茫茫的女孩 送给你 Rajjaprak 代表我的爱 OK 这个甲鲜蛋 你有听过的歌吗 有 来 讲一首 呃 要上北方 好 OK OK 现在我刚check 有195个million views 195个million million 对你赚多少钱 这首到现在还在赚 还在赚钱 还有那个泰国清歌到现在还在进钱 是 所以你不要看不起那种旧的video 他们也是帮你赚钱 没有看不起 我给你看他的照片 哎呀 哎呀 有没有 七年前 他都忘记了 你叫你叫做什么 我们还合作过他的那个爸爸那首歌的MV 因为你的MV在那里才会拍的 对对对对 有一个frame是我 哦你们拍 OK 谢谢你谢谢 恭喜你恭喜你 所以今天啊 我觉得大家认识的黄明志都没有好好坐下来跟你聊天过 对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懂的是 我们明志到底是谁 他真的人是怎样 我们可以从明志开始吗 明志 什么明志 我真的 明志啦 明志真的是明志吗 这个是我小学老师跟我每次argue的东西 你叫什么明志 明志啦 你叫什么明志 明志为家被发 你叫什么明志 明志啦 差一点被发 很多次了 可是真是你的父母跟你娶的吗 是我阿公 他不懂华语可以这样玩 我是海南人嘛 海南人 海南话个华语不一样 哦 所以你真正的名字是 明志吗 不是 不用讲了算了 海南语词怎么叫你的名诶 叫明志 明志 你叫什么明志 你叫什么明志 就是跟福建话一样 你叫明志 所以他明志跟明志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海南人没有想到华语 会变成两个意思 我先把时间点拉回你中学的时候好不好 你在那个期间 你写了四百首歌 差不多 为什么一个中学生会去想写歌 开始我是看到那家写歌吗 然后我就开始我就学吉他 我没有想到写歌 我就拿别人的歌来 学吉他咯 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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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去学 我就发现到其实quart就是七个quart 一个quart 两个quart 我发现我学到这样辛苦 我看别人的那个quart 就那几个quart 就可以写歌 我讲这样 我写也是可以咯 为什么人家可以写 我学人家的歌 这样我自己也可以 那时候我就想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去写 因为我写出来了 我第一首歌叫做 我十五岁写 叫One Night Stand 所以说 那时候的想法就是 没有那时候是听同学讲One Night Stand 因为我们是比较乡下 比较感动一点 我们不像就是你们比较城市 比较懂这种东西 我们就很 小孩子这样 我们就听到One Night Stand 什么意思很好笑 那孩子就讨论 然后就想他们讲的东西 全部都写下来 自己想想的 不是真的 我就把它写成我第一首歌 然后在班上唱 然后全班都会唱 我就觉得 哇 写歌很爽 全班一起唱 就觉得哇 很肯定 可是老师 然后他们就把我的歌词 贴在墙壁上 一起背 背歌词 然后我就很 proud 可是老师就死掉了 然后讲 当然 他如果抓紧什么东西 就死掉了 很生气很生气 可是我不懂他生气 怎么后来我就觉得写歌很爽 然后可是就没有地方给我发表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YouTube 我就自己写写写写写的 就你讲了200多首 300多首 我就认识到一些比较 professional人 他们就跟我讲说 你要这些歌要给人家听到 第一件事情你要去台湾 因为那时候华语的整个 音乐的industry 整个industry是在台湾 所以你在马来西亚 这样子是没有用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读中学 那时候我要毕业 我就要去选国家读书 因为我不想在马来西亚 我想去外国 我就check了很多国家 不然就去台湾 台湾又便宜 又可以打工 学费又低 然后又可以去做我的industry 我就带着我300多首歌 去到台湾 这样子 然后我就在那边去读书 然后就继续写歌 然后要卖歌 去认识的人 去找那些musician帮我 这样到之后 我在那边读了4年 没有用 没有人帮你 我不是要叫你吧 这一首歌都没有卖到 我用了很多方法 去求人 去唱那些什么 Warner Music Universal 所有啊 还有那些Locker的 台湾Locker的 所以我check了所有的音乐 我全部一件一件 架着Moto 拿着我的那个 我那时候叫Demo 自己Burn 就拿着一件一件去送 我送到那个counter 好okok 就丢掉了是吧 我不知道应该是丢掉了 哈啰 好好谢谢我 麻烦这个拿给你 然后把这个okok 每一件都这样 然后我差不多 半年做一次 没有用 然后人家就不理我了 然后后来 就有人跟我解释 讲说你这样写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爽爽你自己写 人家都不懂你在写什么 你要去针对 那个公司有什么歌手 你就写什么歌 所以你的出发点 其实你是要做幕后 我在做幕后 我要卖歌而已 你看我的词曲好 如果曲好 词不好你就买我的曲 然后词你找人写我也ok的 我就想说我只是要卖歌 我想要做创作人 我就去找咯 check完Google 完所有的 这个公司有谁 这个公司有谁 我就学他们咯 小黄奇是这样咯 我就写小黄奇的歌 然后那个SHE 我就模仿SHE 就写一首SHE 我在台湾读书六年 然后后面两年啦 我就用这个SKILL 来写 然后写了之后我就做了 做了两年又是半年 SANDI'S DEMO 跑驾摩托 送送送送 然后还是没有卖的 其实这样你有很多库存 没有用到咯 很多 你拿来用一下给吗 我差不多 我现在写了 应该是将近一千首歌了 哇 很多歌手的心路历程 都是这样的咯 像你们可能对话 也市场不熟 没有 他们真的不懂 你不会的 等一下我们要小便再跟你讲 没有 没有 因为我听他们 他们以前真的是 一个一个Label去 放放放放 放系里 就很像五月天这样 他们那时候 那个李宗盛啊 打给他们说 他讲 对啦李宗盛 另外一个歌手 罗大佑 等一下要跟他赶先 所以以前真的是你要丢 希望有人听到他们喜欢 你才有机会去做音乐的人 他们讲你要塞进去那个公司 他们叫你写什么 你就写这样才可以 我做了六年这个 错的事情了 我后来还知道原来你要塞 塞给人家 才会叫你写歌 嗯 可是要怎么被塞 那件事的问题啊对吗 你要先把你作品给那个producer 而不是给那个 Label 那个星光大道 你们知道那个节目吗 我懂 我去做幕后吗 我去做幕后 我最为了要认识这些producer 跟这些老师 音乐老师拍了 我就小便的时候 我就看他们那些 小胖老师啊 在小便 这个我的CD 他的小便 他的小便 他一走出来就很多人跟他讲话 所以我只有小便的时候 可以 看他 也是没有用 也是没有用 你怎么好啦 一个手拿你的CD 一个手拿他的鸟啊 对 他要小一点 你第一首卖到的是什么歌 是我出名过后了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就 后来就看到YouTube 因为YouTube我 那时候YouTube是拿来backup file的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 没有人用的 怕那个file不见掉 怕电脑坏掉 他们在那边backup 因为那个Hardis很贵 我的那个channel 那个是本来是拿来做功课的 因为以前我们做video 要send去那个 以前里面有drive 整个file要send过去 mssend 给人家 mssend 而且它断掉你要重新resend 对对对对 YouTube是最好用的 我send link过去可以吗 我们就send了先去做功课 ok 所以你的第一个爆红了 其实是 麻婆的华语 麻婆的华语 然后我注意到的是那个Negaraku 这个比较国际新闻的 对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是国歌 国歌 好像我们 remix啊 对我们新加坡人 remix modular Singapore 我不会敢 我连想都不敢想 我一定进张医的 为什么当时啊 会有这个想法 还是你不小心放到public 一天我就upload了 那个你讲的麻婆的华语 第一手 我upload完了过后 我不知道那个华语 是open到这样 我是send给我的同学看 我的hometown的朋友 这五个我写的好笑吗 我叫我朋友拿dv自己帮我拍 都能拍的 就send给他们看 哎好笑好笑 然后我就去睡觉 所以我一醒来哦 我跟你讲我的view是三个五个 八个人看 ok 最多是十十五个 因为我的亲戚朋友嘛 我起来哦 八万个 哇 我就 蛤 什么事情八万个是谁哦 我就知道出事情了 他疯我的华语没有出事情 有有有有 有吗 有有我们的那个叫市议会 他们有要告我 他们就我破坏麻婆 因为我里面讲叫机啊 mangalachi 叫鬼叫机的事情 然后那个 还有盗版啊 盗版 fcd啊 然后警察没有抓啊 我去解这些东西 然后那时候 他们就有人就complain 可是没有事情后来 所以因为没有事情 我才写了negara姑姑 你觉得我不够 我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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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玩这个国家 出事情了哦 哦 所以那时候的事件 其实很大 很大 就是大到哦 我当下我第一次看到了 我觉得这个人神经病 拿哥哥来玩 很敢 然后他就有收到 death track 有人讲要干掉你 是是是 剩一个coffin 给我照片 去我家 去我妈婆的家 给我爸爸这样 他的意思是 我懂你家在哪里 我知道 你小心这样 所以那时候我家里一直锁门 因为我不在 我在台湾 我在台湾 我就叫我爸爸锁门 那个remix的歌词危险嘛 玩得很危险 因为他讲到的是 很像有可能 贪污的问题 政治上的问题 警察啊 还有种族 那个歌放出来 你会有点怕到吗 还是 你不管 你就是要让人家生气 我觉得他是不管的 我是担心我的爸爸妈妈的安全 嗯 其他的我不怕 所以那时候你从 那时候你人在台湾 对不对 对 然后你出完这件事情过后 你有回到吗 对不对 有 可是你是通过陆路 对不对 是因为我不敢坐飞机回来 因为坐飞机一定被抓的 有很多人叫我不要回来 哦 那个人他讲他是被马来西亚的政府追的 他讲你要 我给你一个方法 你过来Brazil 可是你的马来西亚 passport 不可以进Brazil 要申请visa 他叫我马上飞的应 是我的马来西亚 passport 会被terminate 政府要terminate 掉我的passport 掉给我回马来西亚 他讲说你现在第一个方法 就是飞来Paraguay Paraguay 有人可以驾车 从Brazil 载你过来Brazil 然后帮你做一张Brazil的passport 然后你用Brazil的身份 飞回马来西亚 你为什么有这种朋友咧 不是我朋友 我没有自然 不是我学 他们有肥害你连他从五路回来 我没有 然后后来我就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从泰国回 嗯 那个比较简单啊 比较夹对 两块钱 两块钱 那个另外一个分太难了吧 两块放在passport中间 你不要爱我们咧 我们也是刚刚开始而已 这边看到 不是我们讲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 刚刚没有爆料 刚刚没有 所以起初你做这些歌的时候 你是想要针对马来西亚的一些政治问题 还是你的出发点就是你想要红 那时候我写 我是觉得好玩 我做的作品 因为我都是那种rap 骂粗话的歌 假设我写了五六百首歌 那时候四五百首歌 我觉得那些歌不可以乱乱拿出来 我觉得那些骂粗话的啊 Politik的啊 那些歌是卖不出来 卖不出来 我就马上放弃YouTube 所以那时候人家对我的感觉就是要红 骂粗话 没有教养 粗话歌手 可是对我来讲呢 我的歌有那么多首 粗话只有几首不了 我放出来是因为卖不出吗 不可以卖吗 我从来没有跟人家讲我是rapper 我的歌有很多rap的 可是我觉得我不是rapper 因为我也唱rock 也唱love song 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注意到他可以写别的歌是他帮四叶朝鞋的 你在说安容 安容那首 在说安容 安容 哈西油 我来自JB 靠近新加坡 所以他还是一个比较轻快的一个歌 你看他是一个创作型歌手 赌我啦 赌我啦 因为我跟小林 我们是写词班出来的 不好意思讲 没有 爸爸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哪一位老师 贾老师 大师大师大师 所以从那个词的角度 我觉得他是一个天才 他用的词汇 他把那个东西形容的很好 飘向北方 每个人懂的 你们重新去听 仔细看那个词 其实他讲到的真的就是 每个人 just trying to survive and achieve something in life 每个人很辛苦 我最喜欢他的歌 还有MV 还有Lyrics 是那个Stray Dog 刘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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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自己 看过 登过 很有意思 她也是帮助很多log shelter 是是不是 就是因为跟这些 realidad 才有这个灵感 他们一直讲很多他们的事情 很多故事 那你第二首我最喜欢的歌 是你跟一个 日本的Pornstar 那个我也讲 你看 你不小心射进去 我自己讲自己 你要班自己装 你要讲哪个Pornstar 你要考虑 algum 有几个 有一个是那个不小心射进去 啊对对对那个那个 Sansang有假 我都不知道那个Pornstar exist的 我是看到那个音乐视频 我又看 我是看洋人的 他是看洋人的 他看洋人 我从那边开始 我去找洋人的 这个 particular video 对吧 我两天前看 我在做research嘛 我在看他的 我没有看过的video 我在看一半对吧 然后我的girlfriend下来 那个是我最最爱的Pornstar 哇 我不懂欸 我不懂 假假 我真的我松爆 你们不认识Yoyamikami啊 不认识 after你的送我才知道 啊 你没有看过的时候 最爱你一直做过 我记得了 有些人比较出名 我觉得很奇怪 他是JAV number one 那那个partnership是怎么开始的呢 是你找他还是他来找你 我找了他 因为他那个时候 我知道他在做 开始做youtube 因为通常开始做youtube的人 需要一起collaboration 对 我就去联络他的manager 嗯 讲说我们来玩一下子这样 他们这就ok 就ok啊 manager讲清楚 怎样玩 哈哈哈哈 那时候那个歌写完了没 写完了 所以有给他 有送给他跟他讲 那你送他 就跟他讲 是一首很好听 可是是一个很怪怪的歌这样 好玩这样子咯 然后会把他拍到美美这样啦 因为女孩子最重要是把他拍到美美 对 他们很照顾这个东西啦 真的 你的content不好 不要紧要美美就好了 哈哈哈哈 你的product开始很好 那我配起台湾是不是 可是我最佩服的是 他可以跟很多明星大咖 对对对对 陶晶宇 这个有 黄秋帅 对 说很像这个专辑有 有吴宗宪 是 对不对 我真的很想问 所以你最 你觉得最大咖 你能做人家吗 你要问我 你是要害我吗 哈哈哈哈 那我们现在讲王力宏 是怎么样发生的 因为王力宏他本身是音乐人 他就是玩那些 你都在讲他不是音乐人啊 没有我是讲经典情歌的 所以他怎么去 因为我跟他有一个WeChat Group 蛤 你叫谁谁遍遍就可以 Legon Club是一个中国节目在做Remix 我不知道你知道有一个中国节目叫Remix 他的节目名字叫Remix 他就叫Remix 然后他就把所有的歌来Remix 所以我跟他那个group是要讨论要怎样Remix 那首好想你 你知道一首歌吗 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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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开了一个group跟中国节目的Music Director 也就是那个中国有嘻哈的Music Director 他就很喜欢好想你这首歌 他就拿来Remix That's why我们有一个group 所以我就有他的contact 然后我就跟他联络我讲 Legon Club我就写了飘香飘 因为我知道他在北京很多年了 他那时候很少出歌 他大部分时间在北京 我就联络我讲 Legon Club你这首歌很适合你 我想要跟你合唱 他就听他马上就on了 马上on 我早期他人都没有这样快 这首歌红了过我就问 其实为什么你这样快on 他想其实一个圆影罢了 好听 他想他是musician 你跟我讲一大堆什么钱 没有用 好听 最重要 嗯 他讲那个Joyce Chu那首 好像你也是因为好听 好听 那王立宏跟你讲这句话 你会不会觉得你变到一个 因为他是producer 他是一个composer 他不是偶像 你明白吗 他讲的对我来讲是很confidence的一个事情 他有一首歌叫台湾之旅 台北之旅 台北之旅 sorry Fake Fan 对了 这首很厉害 没有这首歌很少人懂 很少人懂 but 他的那个document 他在台湾的整个旅程 so 你从一个穷学生到处打工 你每个月的收入不够 you just try to survive 到今天的黄明治啊 我真的觉得应该来一个掌声 先来 感动 再加上他要卖歌卖六年又卖不出 会觉得哇 是不是我的歌的问题 是啊是啊是啊 听自己跟王立宏跟你讲 哇好听 是我的X他让我不会觉得有这个问题 因为每一首歌他都会唱 你的什么 X 哦 因为因为我开始怕的时候我就 诶这首歌是不是 我会不会写的 可是他会唱哦 唱代表是有观众的 只是没有听到而已啊 对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金子啊 你在对的地方对的时间 你都会发动 你是金子啊 金子 金子 一样一样 你是金子还是金子 对的地方对的单位 你还是会发动 我本来以为我明白了 Sunny Spurman 不对的 Sunny Spurman 你的歌其实 大部分啊 不要讲大部分啊 就是他会比较 讲说创作自由跟言论自由 可以等一下啊 Free Speech Yes啦我懂啦 我们听得到 我不会讲 我现在是好心跟你 放你来听得到 不然我是看Post Production 读subtitle而已嘛 你读完我的吗 我们从下面读 对啦 录完了到Post Production 他就知道我们的讲话 所以我在看咯 终于明白他在讲什么 他很推这个观点啊 创作要自由 言论要自由 然后你去了台湾 然后你是去了马来西亚 然后现在你在新加坡啊 你觉得这几个地方 哪里不一样 什么感觉 我觉得 新加坡还是一样演啊 可是有些东西 我觉得还会演的 反正没有 就像我在新加坡办concert 有些东西他没有管的 很像 那些比较 比较色情的东西 比如说我的歌词 有些会唱到奶啊 什么 什么 全部ok哦 哦 台湾 什么都ok的 台湾一路 因为他说是第一 freedom number one 是Asia number one 可是马来西亚呢 他是比较 宗教的东西 religious的东西 有些东西 这种 这种女孩子的东西 就不会讲咯 色情的 gay的东西 LGBT不可以咯 可是其他东西是ok的 我觉得一 普通的东西是 马来西亚会比 新加坡还松 还freedom一点 其实是什么东西 让你有这一个想法跟初衷 都讲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有自由 不应该被限制 因为这个 天赋人权嘛 就是自由 是本来就应该有的人权 人本来就应该有的东西 不是说我的 政府讲我给你自由 不是的 所以我本来就应该有 你应该要给我 不是你应该 所以我本来就要有 其实他的album有写 你知道吗 Sing it loud for freedom 他有写在album上 哇 从来就score foyer了 我没有读啊 他听不到 他一整集听不到 他一整集听不到 他一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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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会读 谢谢你 我放一文在下面 谢谢你 爸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很想问 我觉得这个问题跟answer 没有对也没有错 我是想听每个人的想法在哪里 如果言论跟创作 没有被控制的话 会不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这个 totally understand 给我本身的看法见 我觉得如果过度的开放 有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如果像今天在社交媒体 沙利有一篇论文 他的想法很极端 那个风向完全不对 有可能会造成一个社会问题 这个是我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 自由可以 可是不可以太过自由 我觉得是 凡事都有法律的保护的 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是错的东西 比如说犯罪的 它是criminal的东西 我觉得是不可以的 或者你去照样 比如说我讲 诽谤啊 诽谤的东西 是不是假的错的 你可以告我 不是政府来control我们两个 可是如果你讲政府呢 讲政府更应该 因为它是我们请来做工的 老板可以讲工人嘛 工人做不好 我就一定要讲他 讲了两次我就骂 再不了我就fight 这是confirm的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其实我以前在政府做工 我有打过工 我在政府 我们每次接电话的时候 人家都会讲的 诶 I'm the tax player I pay for your bonus 为文明服务 是 我觉得很interesting 我觉得很interesting 应该被讨论了 一个点来的 来你 我是觉得 whatever you ok sorry mothership stand by mothership mothership 别别别别 他坐那边咧 不要这样 OK我是觉得 whatever you put out there 你要负责人啦 you have to take responsibility of what you said啦 如果一个 anonymous keyboard warrior type something that calls somebody to kill themselves then他不用负责人 我觉得 I always find that system very flawed 比如说我有跟John讲过 如果 like government要跟我讲话 我是要做这个law everybody that register social media 要用IC 跟password like register 不可以fake 这样咯 你讲什么 你都要take responsibility 如果那个人自杀 还是什么 deal to bullying 另外 then那个人自杀 我的东西要分享 因为我 recently我的account ok有人骂你是正常的 recently有这个account 一直在讲我的东西 so 很像我做的生意 他都讲我洗黑钱 他讲我贩毒 他讲我吸毒 看得出来 你笑了 我怎么回事 你笑了 吸毒的人很瘦的 所以你看得出我 我感觉 ok 所以我就在想 这个下一个到底是谁 然后有一次 去耍脸 是吧 没有 因为他通常骂我是在低保 没有那种没有照片的 有一次 the same comment right Apple on youtube 出现 有照片啦 然后我的fan就按进去 其实是个十二岁的小孩子 我也不懂他这样讨厌我 我也 我不懂我哪里得追到你 ok but 我觉得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言论 要有负责人 要负责人 所以你这个新专集的主题是什么 你想表达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Venominum 就是 就是一个Phenominum的一个应议 Venomi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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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ominum的一个应议 就是讲说 Sing a love for freedom 就是表达自己的作品 自己的freedom of speech 还有自己的出版自由 所以是很危险的啦 这个album 很好笑很危险 因为他的主打歌是第一首 就是那个 We are everyone 千千万万个我 他讲的就是说 你杀死了一个我 就算你不要让我讲话 你把我杀死了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会站出来 这个MV 他的那个制作成本才26块新比 蛤 16块 MV 我们是用台币算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用 要找我的台湾的Manager 我就要拍一个MV 我就问他要做Animation 要做那种炸弹 因为我的这首歌的idea 是从中国的白纸运动来的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个活动吗 因为他们不可以讲话 他就拿A4Paper空 他就是出来 然后后来我就看到这个新闻 我就很感动 因为中国不可以的嘛 对 我觉得比金加坡还要演啊 他们什么都不可以讲的 他们就举那个白纸 然后被警察抓这样 那时候很hot这件事情 我就很感动 我就写了这首歌 写了歌后 我就要拍Music Video 我是要拍战争的 因为2023很多打战嘛 对 我就讲这个很适合这个Album 我就叫我的Manager 去问那个Animation的公司 他跟我讲要600万台币 600万 哇这样贵 太贵了 那个cost太高了 我一个MV太高了 然后我就讲不然我们去拍咯 可是飞很多国家也是很贵啊 但是做不到 这样的话就去register 那个AI的一个website 600块台币 就是26块新币 OK我想问的东西是 我发现啊 你跟王力宏合作过了 因为他都跟很多人合作 我觉得是好的东西 而且因为他每次合作的时候 他就会把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 带出来 我其实王力宏执行就有了 只是没有那么大咖 你讲的没有错 没有这样大咖 现在的很大咖 因为可能 因为我自己也在进步嘛 对 现在你也是一个大咖 不敢讲啦 哎呀你也知道的啦 我只是合作 然后慢慢和人家有信心 然后越来越有信心 他们就要promote olympic 那首歌很cute 我喜欢很cute 是是 他们就带他们的一个artist 那个女生唱歌很cute 那个他是一个演员 他也不是歌手 所以我们就去帮他们做这个东西 就是他们来找我们的 有几个case也是 像这个专辑里面的 那个陶景莹 也是他找我remix 他的那首姐姐妹妹站起来 是 他找你啦 是是他讲他for concert version 所以我给你做比较cool一点trap 那时候你还在幕后看他主持咧 对对对 他有讲这件事情 他有讲这件事情 哇哇哇哇哇哇 但是我刚刚做的时候 网路歌手他们会觉得很低嘛 所以他们发现到 那些mainstream已经开始没有人看了 所以他们开始做自己的youtube content 所以他们就需要我们 现在你变成他们的大咖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要讲的 因为 有些人讲说mainstream是mainstream online是online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看 我觉得是应该合作的 是有些还是觉得 哦艺人 你是网红 我不要跟你讲话 是他们有分的 现在还有这个问题吗 有有真的有 还有啊 真的有真的有 我们 听说齁 最近有一个新年的电影 一定要去看了 是吗 扑克王者 有 扑克王者 还有钱不够用 会啦会啦互相support 一定要 互相support 因为我有钱不够用 把那个昨天我去看了 我很empress 真的 我真的很empress 因为啊那个台词 很有他的味道 哦你讲我的part的啊 你懂他的 他的那个music style 那时候就是很针对性 对 他演电影啊 那个喜感啊 很强 那个整部戏的节奏其实很好 有一个part 你塞钱给他 诶 诶 不可以讲的吗 你这个没有关系的 你塞钱给他诶 他suddenly randomly 夹一个树木在那边 我爆笑 我真的爆笑 我不懂你们有没有听到 我做到你后面 ok 那个是我 我爆笑出来 因为我从一个 创作者的角度 他那句话哦 不合逻辑的 你要塞钱就塞钱 这么rematically 讲多一个 很准的一个figure 在那边 我just lost it 我just lost it 我讲破大神 那来神经兵 可能那台词是自己想的吗 对 对 有一些是spray style 我是improviser 导演的script里面没有 没有的 我跟大人讲的时候 有时候我是问他 有时候没有问我是现场演的时候 突然间来 来feel 来feel 我就讲 那一个是你feel的 是 因为我看完我讲 这一句话很黄名字 真的很好笑 我觉得那个 戏的主题啊 虽然是 all in 我觉得 很多人以为是赌博的戏 no it's not 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 他只是借着一个 boker的一个concept 来带出其实一个 人类的想法跟观点 就是如果你有super power 可以看到一个人讲 骗话还是讲真话的话 你会遇到什么问题 所以阿姨可以 Texas poker的一个比赛 来做background 明白 所以他根本就是没有赌的 整部戏没有讲赌 完全不够用 怎样咧 怎么 我不懂怎样接 你这句话 我不懂怎样接啊 我还没有看 OK 所以我们战热吧之前 有几个问题要问 怎样购买这张专辑 有 新加坡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比我们的一些好一点 这一次还没有 那如果你们要买的话 可以上网买 整个新加坡这个我们有啊 是啊 所以喔 卡路上 那根本就有签名了 是 没有签名 有签名 有签名 在里面 在里面 现在不知道 如果有人买到 我们就会问谁卖的 OK 要多多支持黄明智的专辑 是的 还有那个电影ALL IN 几次上映 2月8号新年一起看 OK 要去支持 好 所以今天呢 我们接下我们的黄明智 耶 恭喜 恭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喔 记得subscribe 还有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拜拜